有請黃凱文先生 各位大家好 各位武漢的舍貝 師傅師傅 師傅 師傅 大家好 今天籌備委員會特別 請我來分享 我的好處是三面口 大家都不認識 我的好處是大家都不認識是誰 我是凱文來自偉文太記憶會 在溫漁兒師傅那邊練習入門的時候 慢慢來到武館的學習 裉文太記憶會就說 我的練功的日子比較淺 日本人的時間有淺 我的練功的情況又不陳歷 所以出來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一點點 練功好一點 讓人比較內向一點的時候 說話多一點的時候 在打談的時候 外向一點說 在我介紹我們師傅的時候 師傅在1999年的時候 就跟從我們的陳上尼大師 學藝 當學藝之後 跟著陳上尼大師 去到不同的學家 都有一些協助的交流活動 之後在權藝方面 就繼續去戰緣 令到他的權力更加深入 很詳定 大家看就知道了 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慢慢聽從陳上尼大師的一些 吩咐 來到香港 要將陳上尼大師的一些吩咐 來到香港 要將陳上尼大師的權 發力的支持下面 就成立了香港陳詩泰的橋總會 在這個過程裡面 一直教著我們學生 教著我們以前的師傅師姐 師傅師伯 拿了很多的獎 國內國外 香港都很多很多獎 而參與社會事務 一些香港的一些慈善的活動 或者一些籌款活動都非常之多 在2012年的時候 慢慢在香港陳詩泰的總會的推動之下 很多的學生都不斷參加 所以在2012年的時候 就成立了香港陳詩泰的總會 帶來看下的香港泰極武術學院 即是說 現在我們在長沙灣的地方 不過就是割舊子來的了 去年的時候 發覺我們在武館 越來越多學生來的外方中去學習 所以就去年十二歲的時候 在思考 gelen面上發 STEM的時候 會決定是條班 前面去到生оры的回址 派送票在同一個樓 同一個層的附近 擴建這個雙 就是由2000幾隻到AD hydrogen 是一個不容易的 buns中 在我按下 Bright Outfit之後的 這個 continue ordinary的事情 我們會在師傅師姐 為師傅師伯之间的 是非常密切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些體會 我們會有很多生日活動的 我想問在座 在武館上課的 師兄知者消私伯 有沒有試過進行生日會的 有試過進行生日會的 生日會的 對 生日會其實都不是師傅 搞出來的 是我們師兄知者消私伯 就覺得不錯 我們相對氛圍氣氛搞好些 所以就有生日會的 其實在十月或是某些禍 今月份的時候是靈性多的 都數不出那麼多 另外在我們的 心目裏也有些很難受的情況 大家都可能有 就是 師兄知者經常都說 有些什麼 護膚膏、呈污膏、 防曬膏、生髮水 理太 理太拉根法 環保環烤小食 多種的防塞 治療法 防治膏等等 互相相關的關係非常密切 所以在今年 我們都有一些很開心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武館裡面 有些師兄知者 不知道什麼原因 大家不相識的 就說來到武館就相識 相識過之後 公司特意 就慶賀我們的武館 抗拳 就在五、六、五月的時間 六月的時間 就結婚了 就令我們有些喜事的 還有在我們的武館 準備去朝鮮支持 我們找了回子 我們都有一些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有我們的生知者 有生甜點 出現 所以我們慶賀我們的武館 就快點去朝鮮 在我們大學過程裡面 師傅就 你知道他的樣子比較嚴肅一點 大家看他的樣子 不久而不笑 我給大家看一段片段 大家看一看 看看我們的師傅 究竟他平時是怎樣對待我們 還有我們在心目裡面 就能怎樣輕鬆愉快 很自然的這件是秘密的片 大家看看 美形光幕的片段 這條片段就是 在我們的武館裡面 是第一個初生的寶寶 聽師傅說 他全面的 中生豁免 學拳 學兵器 所有的字形 讓大家看看他 另一面的腿是怎樣的 或者是時間的關係 他一直都 都在準備著影片 有空檔的時間 在我們在短暫的時間 對訪給大家看 今天我回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稍後 將這個新作片段 會播給大家看的 在這個時間 我們也有請 托三代表 梁國曹先生 發言 托幾句 梁國曹先生 謝謝 各位來賓 武術界大師 全輩 各位同學 晚上好 我是王國曹 一位 追隨陳國華 師傅多年的徒弟 今天很榮幸 能夠藉著陳國華 師傅七十大託的日子 代表香港 太極武術院的學員支持 首先 要感謝院長 即是陳國華 師傅多年來 將太極權的寶貴知識 即深地教導我們 為人類文明 和健康 作出奉獻 每當我們打拳的時候 遇到困難 得到師傅的教導和鼓勵 然後在各項的大型活動之中 成功地列出 得到各界的恐懼 師傅的功勞 是最重要的 除了習武之外 師傅也讓我們明白 在社會上做人 表現了一個有用的人 在舞會裡面 同學們 就好像師兄弟 姐妹一樣 聚首一堂 作式語告 不單止 在這個機會 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更學會了朋友之間的尊重 設立 愛護和包容 令到我們非常珍惜 當中寶貴的情形 本人僅代表 香港太極武作學院的學員 再次感謝陳國華師傅 對我們陳情情有的教導 我們成樂 今後會繼續努力 不會辜負陳國華師傅對我們的期望 最後 祝師傅 身體健康 徒利滿門 武館事業 更上一層落 多謝各位 好 非常好 哇 真是好多 好多fans 英俊很多fans 但幸好我們這個機會 都不適合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亦都有很多fans 這些在在 在台上那些 全部都是粒粒性 都是武林界的具體 全部都是武林界的前輩 當然 在這個時間 我就問問陳師傅 陳師傅說 我覺得你需要找些嘉賓 和我們支持 說少一些東西 那陳師傅說 怎麼辦呢 糟糟了 我沒有朋友 那我怎麼辦呢 於是呢 我在其中裏面 就選了 和陳國華師傅 是好好朋友 當然 當然 不是 未必 不想來支持那些集團 好朋友 在座鬼鬼都是好朋友 但是好朋友 才不會介意 才給你來這個party 是嗎 好 我現在就請 嘉賓支持 我們首先第一位有請 嶺南精武體育聯會 榮譽會長 盧偉強先生 MH支持 有請盧會長 麻煩 盧偉強會長 麻煩 是呀 是你了 盧會長 盧老師 我就可以去做老師了 麻煩你盧老師 好 好 我先給你 各位 珍貝的武術的前輩 朋友們 大家好 今晚是我們的 好朋友好師父 的七十大壽 首先我在這裏祝賀 陳國華師父 七十大壽的 福於東海 壽比南山 三神快樂 好 讓大家熱烈的掌聲 我相信陳師父 好像他的 公子講的 笑得更加 開心 大家知道 快樂 不要說太多 剛才我們會長都交代 但是 大家要承認 陳師父 是一位 我認為 成功的武術家 為何成功呢 大家 同意吳張照片 你就會看到他英俊 我曾經 在武術電視台 玩來玩去 想玩過 陳師父那樣的高大 威猛 這麼四正的小生 玩來玩去 玩不到 今天呢 大家很久要看得到 陳師父的形象 鏡仔 就不用我介紹 大家一眼看完 有人說 他比周聰 張光還要漂亮啊 你說是不是啊 是啊 你們這麼多 他的圖帶 一定是說 陳師父 不單止是人品好 啊 而且 是漂亮 展身 所以 他是 成功的一個武術家 還有 事上面的成功 大家看到了 剛才聽到 你們 講得這麼清楚 介紹陳師父 成功的地方 我就不在這裡講了 但是 我的時候講一句 陳師父的功夫 我是 很久沒有 偷偷地去欣賞他 上個星期日 五號 我是 認真 看到 從頭到頂 看到你 他的功夫 還是 是一頂一頂 提高 大家可以看到 為何會提高 這個謎呢 我開頭都解釋不到 後來 我 再去 研究一下 哇 原來陳師父 原來陳師父 太極 從今天來講 特別是那天 我見到他 一舉手 一頭足 啊 大家知道 一到台上 好像成座山這樣 啊 穩穩陣陣 啊 那個功架 啊 原來呢 啊 我知道 陳師父 確實是經過苦練 五個字 我知道的 電太極啊 啊 啊 五個心啊 他是有心 啊 剛剛 那個兒子說過 很有心 第一個 競爭 第二個 就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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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決心 啊 唯有 憲心 啊 內心 第一個 敬心當中呢 他是 尊敬他的老師先 真是做到 啊 因此 樹立了良好的 做師父的 高尚的品德 有了這些師 跟著呢 做到 他就有信心去學好 跟師父學的 啊 很有信心 自信心 啊 對人對事的 決心 還有啊 這個 信義之心 所以 對人 對事 都有 信心 跟著 他是 下月三去學 學得很好 啊 大家看到了 啊 不是三日打 而四日細母 啊 這樣 是決心 一定要成功 你看看 那天我看過他的 四千多尺的 武本 確實是 他下了很大的決心 才能夠成功 所以有決心 一定能夠成功 啊 又要有行心 啊 他現在是 不停地練習 不停地練習 不停地提高 到 最後 有內心 到 現在 日日夜夜夜都是這樣 因此 大家 知道 你們跟著陳師傅 他是 非常之難得的 啊 一定能夠 繼續成功 我們 可以看到 陳師傅的 功力 啊 功夫 一千一千成功 在這裏 再祝陳師傅 啊 四月成功 啊 功夫進步 啊 在武術界 作出 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 貢獻 最後 祝大家 身體健康 四月進步 多謝 多謝